这个用地能够帮助我们的湘海 还有我们的路道 这都顺利的完成 站在英空的减水下边 主理高厂的澎沙博 四月三十号向着市长李孟燕 和英空地区的市医院 立正来说明 六甲地区排水改善工程的进度 就是我们整个六甲顶 我们这边周边的工业区非常的密集 工厂非常的密集 人口也非常的密集 那我们这个滴滴的水收集到了以后 但是我们出口这个地方 找不到适当的地点可以来设置抽水站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永康 现在抽水站正在做更新改善 预计是明年的五月 就是明年的讯期之前可以完成 就是把原本那个screw drive的这个 40个CMS这个抽水站全部更新改成 就是我们的速轴式的这样的抽水 也是一样40个CMS 把它更新改善 但是它还有足够的空地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再做了一个 雨水400多公尺的雨水下水道的湘海 把这边的水一方面可以从这边直接排到盐水溪 那多余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把它抽排出去 就万一盐水溪的水位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从未来要新建的盐州抽水站 把它抽排出去 那我们这一次呢正在做的就是这一段 400多公尺的这个分流湘涵的这个工程 还有上面的景观步道 那以及我刚刚讲的从我们的大桥重化区 这个压力相寒它最后的出口 我们也做了一个改善 裁局长说因为进度超前 差不多跟两个星期 工程都可以来转播完成 市长你们的水澳也说 一条重力牌扯到抽水站双管齐下 跟向未来英空抽水站改善 严重抽水站建立 将可以大大来改善这个地区的吃水问题 未来我们也会配合正南三阶的开辟 把泡啸也做一条压力相寒 这边高地的 让它重力在百里面淹水架 我们低地的 较低的这里 差不多希望可以用中正二楼以下 这六甲上淹红淹酒这里 我们这里用 用抽水的 如果说真的 平常是还是重力牌 真的需要顺着来抽水 现在主席第一期就是希望 从这个Y1干线 这里的水 先应对这个抽水站 我们这个抽水站现在正在改建 那个 永康在改建 永康在改建 就是过去 有五台 螺旋的 那螺旋的 抽十分的水流八分都回来了 过去 十几年来一直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改造 中央来補助 補助差不多三个月 我们改造是离心市 速走的比较 比较现在对面 永康通战 永康通战 那种的 大港 所以 不用担心说 抽水又流回来 抽水又流回来 将来不够的部分 还会扩充 你在想和丁头来做报道 你市长是说 这对着土地重分利用 也让市民够一个 休闲的所在 要求水力较一定会做好 政策的工作 这次也把这些 大概绿色的这个范围 都是公有地 像说 配合这个湘寒 丁头做一个步道 这个大概是四百米的步道 希望这些公有地 我们现在收拾后 水力局配合这个工程 来绿化 来绿化 另外 我们可以 那里步道的旁边种树 除了种这个灌木以外 从来看是不是来 跟公所大家的共同合作 来种这个桥木 让它可以 大家在这里散步的时候 可以有遮阴 达家庭第九排水第二期 改成工程中 总经会是开了 7千万